今天看到我們的裝備安全帽 救生衣就知道我們又要來玩水了 要當了一隻魚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謝謝 今天我們的夥伴是林爵 你有輸過溪嗎 有 超期待 今天要有請我們的教練阿松教練 阿松教練請問一下今天我們說的是什麼溪 南澳的河流溪 今天光我們要進入到河流溪的貴流口的話 我們就要走3.8K的古道 腿鮮軟有沒有 所以說就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 才可以到達河流溪 它最著名的就是深潭峽谷陸 很多 對 這邊有公車嗎我可以先搭 我可以先離開嗎 落枕的人適合來玩嗎 我就落枕 我也落枕 我也落枕 我剛剛從哪裡睡到落枕 整裝完畢現在要出發 要先來去走古道 好累喔 還沒爬就開始累了 不要把我的犧牲說出來 哈哈哈哈 這一段真的是古道 你看非常的圓形 經過還要先把這些雜草給剝掉 我們現在走這個地方 很窄耶 就一個人的距離 然後下去就真的是掰掰了 好累喔 而且走這一段大家都超安靜的 我們走了兩天了 又走到終點 三點八公園 怎麼那麼的難 天啊 我們終於到了 天啊 飛一下水吧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河流溪的會流口 浴氣塑形的難度差不多1.5公里 我們現在來到了今天的河流溪的起點 對這才是起點而已 我跟你講現在先泡水再走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因為所謂的肅心呢 就是要逆流而上 所以呢現在我們是要往上游的方向 還有下一里路要走 還有下一里路要走 稟圈你可以嗎 可以 唉唷 不錯喔 身手很矫健 好喝 我覺得這個比這個 剛剛我們走古道好多了 因為這邊真的很涼有沒有 你回去會瘦2公斤 好棒喔 沖澡嗎 天然SPA 可以可以 好大 這個衝到會不會 骨頭錯位啊 沿途掉這種天然SPA 衝勁非常的強 好舒服 天啊 我們要整隊好人 怎麼那麼強 沖完澡澡之後呢 緊接著就是這個深潭 深潭要幹嘛呢 就是來 游泳 為什麼會說 全面不聊啊奇怪 為什麼離沖田越來越遠 到了這邊獨木橋 不來張網美照 很對不起自己 稍微張好了 走來 走來 這條溪它算是能度比較高 第一次來這邊的話 我覺得並不是 這裡很美 雖然我們一路放手得很辛苦 這就是越級打怪 傑狗的結果 但是你看看 中午時 較不漂亮 仙境啊 走這邊上去 怎麼可能 抓緊喔 我們不能放喔 好 對啊你要踩這邊 我們今天要吃飯了 可能會晚一點 是不是因為我們脫累了 吃飯時間 好累喔 剛剛就玩泳 好厚喔 泳白 你好厲害喔 泳白 變鯊魚了 加點油好嗎 我輸了 我們不能可以輸給泳白啊 我直接忍輸 拜拜 直接忍輸 好 好了幾個小時 我們終於到了終點了 就是這裡 看到這邊有個深潭 然後有個瀑布 然後可以從上面跳下來 裡面 還是有一個點 但是 我決定要犧牲我自己 來這邊 吃午餐 然後 比較深山裡面的任務呢 就交給鄰居了 然後教練他們很好 備午餐 我們今天吃的是拉麵 嗯 噢 天堂 好暖喔 我們剛剛塗了一個大坡上來 還會再上了吧 看前面就是很美麗的峽谷 我們要游過去 還會再看到一個漂亮的瀑布 夠 我一段 完全夠不了 哈哈哈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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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男生怎麼這麼白啊 有了一個藏材 還有另一個藏材 游不完了 哈哈哈哈 三米喔 一層樓高度啦 可以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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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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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一個藏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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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拿來對抗 會增增我們的熱門 減肥其實是滿有效的 體脂肪多少 超十一左右 哇 吃飽後動力回沖整肥股膽 所以不同於來的時候走山路 回程選擇走水路 除了繼續消暑外 最重要的是要解鎖六米高的呼吸 超級 我來了 Woo 啊 啊 好可惜 一二三天下去 一二三天下去 不要沈泰一五快點 後來往三十幾 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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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把他熬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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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塊耶 不會啦 你要捏一捏就好了啦 我們團隊每個人都各種 去挑戰成功 原本以為最難的已經結束 但沒想到的是 曼崎堯看不到最後的終點 才更讓人厭世 有了 好累 你在游很累 洗澡的溫度會讓人家感冒 我用洗澡的溫度 他在游泳 我用洗澡溫度 我用洗澡溫度 我要在游泳 游泳 不要以為下來比上去更輕鬆喔 錯 因為下來遇到洗澡溫度 上車 想要更用力 這時候體力消耗得更快 加上片子的暗沙排 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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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哭 因為太感動了 我以為我要走不晚了 你可能不敢相信 我們今天從早上10點出發到現在是晚上7點 我們這從有太陽 然後爬到沒有太陽 所以那個你知道 超黑的 對晚上那個壓力會覺得很恐怖 細數一下大家的戰績好不好 整個腫起來了 就是撞到那個溪裡面的石頭 然後這個是爬上去的時候 所以壓出來的傷 然後你看 還沒出發就先摔一下 對 我的下巴歪掉了 最後就兩次 月積挑戰就算是成功 被消耗出任務的伊蘭河流星結束 成功